好 最后一个 最后我们讲一个 就是有关于Super Bowl的问题 Super Bowl问题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 因为时间不多 我跟大家把它综合讲一下 就是说今天Super Bowl 是有史以来最值得看 也最值得谈 或者是说影响会很深远的问题 为什么呢 原来Super Bowl变成只是一个男性之间的问题 说男那个礼拜一 比如礼拜一 Monday Night Football Night 大家礼拜一就拿个啤酒 找好朋友在那边看这个球 每年这个时间到二月到Super Bowl之前 九月份开始到现在 到二月都是这个Foot Bowl的时间 所以这个变成是美国家庭男性生活 很重要的一个bonding 跟朋友家里 如果家里有人喜欢看更好 可是这个有点太男人了 当然女性也不是不喜欢这个Foot Bowl 也是喜欢 可是这个太男人了 所以有时候变成是家里 父亲跟儿子之间对话 或者父亲跟朋友之间对话 女性或者是家里的第二代 有时候不会那么像父亲 或者是长一辈 这么对这个Foot Bowl着迷 可是现在出现一个新的现象 这个现象就是Tellus Wave Tellus Wave 我们前面讲的 这是一个超级抄袭的大核心 他出厂 他现在Tellus Wave本身 Tellus 他本身所带动的经济产能 我们今天讲过去年10月 去年的Tellus自己本身的 他的这一个寻唱会 基本上带动了美国内陆经济 大概有10亿美金 为什么呢 他每次举行的一个演唱会的时候 这些青少年都跑去听 所以青少年去的时候票钱 那个票都很贵 几千块钱 吃的 住的 交通费的 这个钱从哪里来 就是爸爸出 如果有女儿的话更是爸爸出 儿子的话也会 当然就是女性比较多了 所以这些小粉丝去的话 都是不得了 带动当地的经济 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带动经济 所以他们说夏天的经济 就一个是靠电影Barbie 另外就是靠Tellus 所以Tellus 本身所造成这个风潮 是不可不可主抗的 而且潜力其大 那么他现在跟 Kansas City的Tellian 就是另外一个球员 在一起 两个人在一起了 在一起了之后 就连带的 就把Kansas City的Chief 这个队也炒起来 所以在上个礼拜 当然AFC 就是美国足球联盟 两个在对抗 要决定出来冠军的时候 参加Super Bowl的时候 这个收束力 不得了 爆了差不多 将近500多万人 在看这个事情 创有史以来的记录 其中一个什么一点 就是说在家庭 都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 什么变化呢 这个女儿 比如说女儿 讲十几岁的青年 从来不看足球的 只知道爸爸很crazy 喝啤酒 找这些什么 什么熟熟波波 来看这个足球 他本来不切 可是现在因为Tellis 关系 跟足球两样 在一起 所以妇女之间 居然产生了对话 妇女产生了对话 你告诉我 这个球怎么打的 或者Travis多厉害 这个球员多厉害 那么我会告诉你 他跟Tellis Tellis跟他之间 两个人之间的八卦 恋情啊 什么这些事情 所以妇女之间 两代之间有很多的对话 出来了 这个就是以前没有的事情 变得亲密 变成bonding 结合了一段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 一个现象 很奇怪 以前没有想过的现象 一个流行歌曲 跟一个看起来 粗暴野蛮的这种球队 运动 两个结合在一起 所并定出来 所带出来的家庭对话的现象 好了 这些现在正在ongoing 正在进行 所以下个礼拜 开始打苏波波前后的时候 这个现象 还要更加热闹 所以相关的产品 相关的附属的这些商品 都在冒烟 都在冒烟 这里头相关的 还要利用它的 还有政治 这个情况就出来了 什么出来呢 Tellis Wave有这么大的人气 高能气 高能量 当然Travis 他本身也有那一张力 现在谁如果能够 掌控到Tellis 请他出来帮忙站台 帮忙站台的话 这个票一下子增加五成以上 他们大概估计 如果Tellis Wave 现在出来帮拜登站台的话 支持拜登的话 那么大概有25%的 20%到25%的粉丝 Tellis粉丝会去支持 会去支持拜登 拜登现在 目前大家都知道 他已经在年轻票 还是在非洲票里面 他开始失去票源了 他失去票源 现在他们团队传出来了 这个说法是说 他现在要求找Tellis 帮他站台 就是争取他 除了这个当然很多名流 什么歌星 什么这些演员 帮他站台 好莱坞的 但是如果有Tellis的话 一个人党十个 所以他们现在有在传出来 是不是要请Tellis站台 那Tellis 他本身在2022年的时候 他是支持拜登 那你支持拜登的话 如果是支持拜登的话 但是好像效果 没有想象中那么强 否则的话 这个拜登就应该很多票 会当选 会赢过川普更多 那么现在在争取他 那Tellis到目前 还是没有表态 可是在共和党 右派这边 或者说川普这边的人 已经开始紧张起来 现在已经开始贴各种标签 在Tellis上面 所以这个人 他跟这个男朋友 Tellis两个人可能是 可能替国家情报局做事的 他们有这个背景不一样 或者说他就是派他来打进 打进美式足球的阶层里头 来最后能够让共和党 让民主党上台 所以贴了一大堆这些 所谓阴谋论在里头了 这边当然也很担心了 就是说如果你上去 所以川普这边 这个阵营这边也放话了 说他来没有什么用 因为你看看 他如果能带来20%的 25%的选票的话 那么在这个川普这边 就是在这个 不是Tellis这些歌迷这边 基本上也有20%以上的人反对他 如果你来出来 如果你要出来这个支持的话 我们就不愿意 我们以后抵制你 所以他们说 在这个共和党这边来讲 他们一个票可以相抵消 相抵消 那么我们回到 如果说Tellis被将人跑出来了 跑出来之后支持这个拜登 那么你知道大部分的父亲 大部分的父亲 在中西部这边 都是支持 比较支持这个 川普是比较多的 所以有人这样讲 本来好不容易 父女之间 因为Tellis跟Travis 两个人之间所产生的恋情 而营造在家庭气氛的和谐气氛 又会因为Tellis跑出来 去支持拜登 让这个父亲 在政治立场上 跟女儿又对盘起来 所以可能是好不容易 所以缔结了这个邦顶 可能又最后因为政治的关系 又破解 所以有人在做这些观察 当然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 也有很现象的 很有意义的观察 因为这两件事情 这种事情 两个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流行文化 职业文化 流行文化 冲撞在一起 会产生出来什么样的结果 产生一个新的什么样的结果 或者产生一个新的和解 新的对话 新的另外一种家庭的相处之道等等 不知道 所以大家就在看 这些事情怎么发生 当然这一个重要的事情 现在还在继续演变当中 因为到下个礼拜 到底是Kansas会赢 Kansas会赢 Kansas City Chief会赢 Kansas City Chief会赢 还是Fulling Island会赢 所以大家都在看 所以现在如果大家上网去看 包括赌盘也好 包括周边商品也好 还有两个人之间的话题也好 已经是报道不行了 所以这些事情 比较热猫的问题 好 我们今天跟大家先分享到这边 谢谢您收看 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报告 谢谢